各位同学好 我们接下来要讲三点五节 估计垂直运动 那为什么我们非常关心垂直运动 就是因为通常垂直运动代表是对流 那它会容易沉云降雨 那会下雨的话就是我们最关心的过程 那我们在三点五节会介绍两种方法 但是这两种方法实际上已经很少在用了 那这边就是大家听一听看 过去这些气象学家们曾经想过用什么方式 去估算垂直运动 那实际上我们比较常用的是第六章 才会介绍的一个叫Omega Equation 这个在早期采用人工做预报的时候 最常用来估计垂直运动的方式 那当然现代的天气预报 因为已经走向数值预报了 所以我们就直接用电脑去算 那这个Omega Equation事实上也比较少用 它现在主要是在教学上 我们会用来做诊断分析 让大家可以理会大气运动背后的物理过程 那第一个要介绍的方法 就是我们叫Kinematic Method 那它的概念就是利用连续方程 连续方程我写来这边 所以这边会有一个垂直运动 Omega在这里所以它的概念很简单 就是把连续方程的位置稍微移动一下 就是这个Omega放到等号的左边 然后其他的项移到等号右边 那你就把它积分一下 从地表积分到某个P的高度 那这边就是在算某个P那个高度的垂直运动 那地表的垂直运动一般来讲 我们都是假设它是零 然后下面这边你会看到一个三角形的括号在这里 这我们前一节也有看到 它代表是两个气压层之间的垂直平均 所以以这个例子来讲的话就是地表的PS 地表的气压一直到你预定想要估算的某一层 比如说五百毫八那个气压层的Omega这样子 所以就是这两层之间的平均 这里就是U长东西方向的风长 它的垂直平均之后 然后你再去算它的规点 那V也是一样 然后这个方法的问题在于 这两项UV的规点 它们的大小会很接近 算出来之后大小会很接近 但是符号通常是相反的 所以会有很明显的抵消作用 最主要的缺点就是 你大约如果风长有10%的观测误差的话 那你去算符合不散的时候 可能就会造成将近100%左右的误差 所以是误差会被放到非常的大 这是这个方法后来很少被用的主要的原因 那第二个方法是用热力方程 我们叫Adiabetic Method 这个就是热力方程 在这边会做一个很重要的假设 就是非绝热加热像是这个J40 所以就是没有强烈的辐射 然后没有强烈的凝结酱水 可感就非常的小这样子 等号的右边就变0了 那Omega在这里 所以你就可以把其他的项都移到等号的右边 那就可以去算温度的Tendency 然后算温度平流 那你就可以估垂直运动 这个方法的优点就是 它不会像前面那一个方法 说水平风长如果观测误差的话 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那另外就是温度平流在中维度地方 这一项是温度平流 然后你的UV可以用地转风来近视 那这是非常好的近视 所以温度平流这个部分 可以估得非常的准 那当然它也有一些缺点 就是前面这个Tendency这一项 它会受限于我们观测的时间间距 譬如说你是三小时观测一次 或是六小时观测一次 这个时间间距的间隔 如果太大的时候 你在算Tendency的时候 就可能会有比较大的误差 那这个在地面比较没有问题 因为地面的观测的时间间距比较短 但是如果是高空的观测 譬如说你要放太空气球上去 你一天可能只放一次或两次的时候 那这个的误差就会比较大 那第二个缺点就是 我们这里有一个假设 就是假设它的废绝的假的像是零 所以你不能有非常剧烈的降雨 那但是通常我们会有 强烈的垂直运动的时候 都是有剧烈降雨的时候 尤其在封面的附近 所以当我们在封面附近 有强烈的非绝对过程发生的时候呢 这个J等于零的假设 就会造成非常明显的误差 有剧烈的误差 就会造成非常明显的误差